为了生存下去,先裁员减薪,等到公司运营状况恢复了再聘回吧 从这次疫情中,各国不断攀高的失业人口可以知道遇上景气不好 先节省人力支出几乎是普世的标准 但是大阪偏偏就有一家成立52年的专卖点心饼干的大盘商 对他们来说,景气越差越要强化与员工的信赖关系 裁员减薪是连想都不可以想的事情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我是阿达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连结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6月19号 由福泽桥所撰写并刊登在商业周刊官网的文章 这家公司叫做吉寿屋 是1968年由神吉武斯及神吉袖次两兄弟所创立 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过金融海啸 板神大地震,311大地震等冲击 即便现在面临到疫情都没有让老板裁员或减薪 两兄弟反而在这次的危机中投入更多的资源 帮助员工渡过难关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吉寿屋当然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但神吉武斯看完了下滑的营业额报表后 交代同事立刻向卡勒比北海道工厂买一批 原本要做成薯片薯条却堆在仓库的马铃薯 送到公司分装给全体员工 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给员工的福利 其实对于陷入滞销的食材供应链厂商也有不小的注意 不止如此,每个袋子里都放了神吉武斯给员工的一段话 公司去年的业绩下滑了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吃饱之后继续打拼 第二个月,吉寿屋又向另外一家食品工厂 买了库存的南瓜送给同事 第三个月则是送的是黑豆 结果到第四个月,业绩便回到了正常的水准 刚开始还在纳闷 为什么这几个月公司总是送食材来家里 看到了纸条之后才知道 原来公司的业绩下滑了 大阪门市店长五田正南的太太回忆说到 她写给了一张纸条给丈夫 老公你的公司真的对我们很好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工作 而这次疫情在日本蔓延 日本人几乎有钱买不到口罩 神吉兄弟又派人四处采买 分送给员工还有家属 吉寿屋对于员工和家属的照顾 是业绩能够持续维持成长的关键 在日本,业务员在外奔波了一天 总会先找个咖啡厅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抽根烟,舒缓精神 然后再回到公司回报成绩 但是吉寿屋的业务不太一样 千人社长神吉寿说 业务们总是会想到还有时间 那就再多跑一家客户吧 再加上公司把员工家属 也当成重要的伙伴 所以业绩不好的时候 不用等着主管催着努力 老婆、小孩或者是父母 自动耳庭面命 让员工觉得不好工作 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没想到这种只在昭和电视剧 才能看到的场景 到了21世纪 居然还能在吉寿屋找到 虽然现在社长已经由 神田五思的儿子神吉一寿接任 他还是秉持着爸爸和叔叔的方针 疫情期间 他跑遍公司每一个大小门市 为的是亲手发给员工 数万日元的慰问金 神吉五思曾经说到 公司赚得的利益 是属于全体员工的利益 同时也是他经营企业的座右铭 因为把公司员工 当成了公司最重要的资产 从日本人力仲介网站上找到 吉寿屋、离职员工的留言 几乎是担心饼干糖果产业的未来 对公司的福利制度 都是正面的评价 这也让吉寿屋 稳坐国内业界龙头地位 无人能够撼动 现在吉寿屋 不但是日本最大的 糖果饼干大盘商 在全国拥有一百多间的门市 被称为糖果饼干的百货公司 即便如此 在吉寿屋也很少听到加班 五点半一到 办公室就全部都关灯 神吉寿司认为 让员工们早上准时上班 下午准时回家 跟家人一起吃饭 陪陪孩子 隔天才会有精神 继续好好的做工作 吉寿屋的设讯是 员工幸福第一 而员工的家庭生活能够幸福 就是员工幸福的第一步 今年要满80岁的神吉寿司说 如果哪一天我过世了 希望让我的员工们排在免乡的最前面一列 是因为他们的照顾 我才能够度过这么充实的一生 相对的 皇家计程车公司社长 金子建作 却在四月初紧急宣布解雇公司 六百名员工的做法 他表示与其接受政府补助薪资 还不如让员工领失业救济金来得多一些 神吉伍斯的经营理念 不把供体时间挂在嘴上 而是用行动陪着员工们一起度过金涛海浪 四十岁的金子社长和八十岁的神吉会长 同样是白手起家 但思维却天差地远 在日本民众的观感中 自然也就优劣利剑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 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